第五輪疫苗現在有沒有規劃 如果會延遲的話 我們會不會提前的來說 那現在有很多人其實是期待國產的啦 那昨天是說供貨穩定的話 我們才會來做施打 那有沒有辦法 可能可能會先釋出少部分的到第五輪 先少部分來打 那如果不會的話考量點是什麼 那第二個是美國CDC認為說 Delta變種像是水痘一樣 很容易傳染 要把它當作一種新的病毒來看待 那指揮中心怎麼看 還是覺得說維持現有的防疫 其實就可以了 謝謝 好 第二段就是說有關相關的疫苗 我們大致上沒有辦法等到就要收集了 很大的一批 大致上有一定的量 那問題是個量只要能夠確定 我們最主要能夠確定的量 然後再配合我們的預約的平台 然後逐步的來釋出 所以這是我們在做的 不會就是說 我們一定要等到有100萬劑 我們才來做 我們是要確定能夠供貨的時間 那我們就那樣的一個量 來跟預約平台來間接 那然後來釋出 那再量 要釋出的時候當然也會 先跟大家來通知 那什麼時候可以來做預約登記 那方向是這樣子的 那至於在 整體 在這樣的編譯租 進來有些國家 像美國CDC等等都有提出一些相關的警告 好 那當然我們還是要維持我們這樣一個公共衛生的一些相關的措施 那戴口罩勤洗手 那疫苗我們要努力再做 那對於次世代的疫苗或者等等混打的一個相關的效果 我們也持續予以注意